丧尸爆发后一个星期屋里粮食殆尽 未婚夫联合婆家吃掉了陪伴我八年的猫咪 为了寻找物资 他们将怀孕的我推出门 可我刚刚走出小区 就被赶来的丧尸啃了干净 一失两命 再次睁开眼睛时 我重生了 正轮开始 重生在丧尸爆发前的一个月 痛 浑身撕裂一般的痛 我张开眼睛 发现自己的后脑勺和枕头都是湿的 伸手一抹 满眼泪水 我拿起手机一看 4月8日 我记得上一世 5月8日丧尸爆发 我重生了 重生在丧尸爆发的前一个月 我坐起身子来 眼睛看向床头柜上的验韵棒 以及B超单 验韵棒两条杠 怀孕一个月 我怀孕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今天就是我去刘明家商量结婚的日子 中午11点 刘明的电话如上一世一般 准时准点的拔了过来 想了一会后 我才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刘明有些不耐烦 之前我接他的电话都是秒接的 他现在不高兴也正常 新一 你来了没有啊 记得多买些贵的礼物来 这样子我也好做我爸妈的思想工作 你也好表现一番 好让我妈同意 我把你娶回家 嗯 知道了 我淡淡的回了一句后 就挂断了电话 我伸手摸上了自己的小妇 这里孕育着一个新生命 我是个孤儿 又是未婚先孕 上一世被刘明一家拿捏得死死的 同时我也自降身价 不要彩礼 没办酒席 就直接领了证 裸婚的 甚至把自己买的房子 都写上了刘明的名字 我首付的 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半年前才装修好 三十一瓶 简装而已 还有很多家具没有买齐 上一世 领了证后 刘明一家就住了进来 包括小姑子小叔子 一家老小都住在我的房子里 我是个网文作者 在家里照顾他们一大家子 还要努力写书赚钱来还房贷 丧失爆发后 屋里的食物只维持了一个星期 刘明一家人将我绑起来 在我的面前杀掉了我的猫 吃完我的猫后 又把怀孕两个多月的 我推出门找物资 到现在 我还记得他们的嘴脸 宝宝 妈妈不能留你了 我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有些愧疚 可我别无他法 末世即将来临 我不能再生下这孩子 来拖累自己 更不能让孩子一出生 就跟着我东躲西藏 说我自私也好 无情也罢 我只想活着 好好地活着 将夜运棒和B超单 丢进垃圾桶 我洗漱一番 画了个精致的妆容 开车去了刘明家 他家很小 大概一百平米不到 他爸妈 弟弟 妹妹都住在一起 他弟妹比我都还要大一两岁 我每个月有两三万的收入 刘明只有一万多 不知道我上辈子 眼睛是怎么瞎的 会看上这么个货色 简直就是恋爱脑癌 我真想狠狠 给自己两个嘴巴子 因为恋爱脑癌 害死了陪伴我八年的猫咪 和未未出世的孩子 我咬了咬牙 整理一下思绪 敲开了刘明家的门 见到我两手空空 刘明的脸垮了下来 他拉着我来到门外 压低声音很不高兴地问道 你怎么空的手来 我不是叫你买些礼物来吗 你空了手 我怎么做我爸妈的思想工作呀 为什么一定要做思想工作 我配不上你吗 我反问他 刘明想都没想地说道 你没爸妈 说了你也不懂 文言 我呼吸一致 当初他追求我的时候 说我无父无母 他一定会好好地爱我 而如今 这反而成了 他伤害我的最佳利器 见我脸色不好看 刘明立马就说了话头 他有些无奈地说 算了 算了 进去吧 我跟在刘明身后进了屋 小姑子刘艳 小叔子刘俊 都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连眼皮都没开一下 未来婆婆李贵芳 正坐在沙发的正中间 茶几上空空荡荡的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现在正是午饭时间 他们却没做饭 他爸刘建国坐在一边看报纸 看都没看我一眼 哈哈 上一世也是如此 他们想对我下马威 空手来的 李贵芳冷冷开口 我嗡了一声 也坐了下去 距离丧尸爆发只有一个月了 我还要抓紧时间呢 彩礼十万 刘明 你跟安逸说吗 我看向刘明 我们三个孩子花销大 也没什么存款 你房子不是刚刚装修好吗 这彩礼要不然就留在我这里 到时候生孩子 哪哪都是花销 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彩礼不给了吗 我微微醋美 李贵芳呵呵笑道 轻衣 你看你都怀孕了 彩礼有没有也没那么重要了吧 文言 我的毛子凌冽了起来 是了 未婚先孕 就是容易被婆家瞧不起 他们觉得女人不减点 彩礼一压再压 甚至是不给 由于我没娘嫁 李贵芳甚至没打算给我彩礼 刘艳大辣辣的躺在沙发上 阴阳怪气的来了一句 生米煮熟饭了 还要彩礼干什么 为什么不要 是怀孕了 就吃定我了吗 我看向刘艳 她平时就爱跟我作对 阴阳怪气的 每次看见我有什么好的化妆品 总是不经过我同意就拿走 刘明说 她就这么一个妹妹 让我这个做嫂子的 别那么斤斤计较 是啊 怀孕了就不值钱了呀 你想要彩礼 那你别怀孕啊 刘艳朝我挑衅的笑了笑 刘明一家人都在沉默 刘艳的话 代表他们全家的意见 你也是女人 你以后也会怀孕 我冷冷的开口说道 刘艳扑斥一笑 很不屑的看了我一眼 我可不会像你一样 未婚先孕 搞得自己那么不值钱 你都快绝经了 还未婚先孕呢 我吃笑起来 我28岁 刘艳比我还大两岁 听到我讽刺她年纪大 刘艳气的站起来就想打我 我一把捏住她的手 一个耳光就扇了上去 啪的一声脆响 我的手都抹了 我看着饭桌上那个烟灰缸 恨不得操起来给他们一下子 但是我不敢 如果他们报警的话 我还得去拘留所待几天 我还要囤货呢 后面再慢慢收拾他们 现在就当收利息了 刘军冲过来想打我 我连忙捂住了肚子 哎哟 肚子好痛 见状 李贵芳第一时间喝止了刘军 他自然不希望我流产 毕竟我的房子 我的钱都没有拿到呢 丧尸没爆发之前 他们还是很宝贝这个孙子的 怀孕不是你们打压我的理由 是 未婚先孕我也有错 但为什么只是我有错 刘冰没错吗 为什么未婚先孕只骂女人 这不公平吧 我冷冷地看着刘冰一家人 李贵芳双手抱胸 你现在才怀孕一个月 没多少时间耽搁了 你要是等月份大了 可不好处理 说完 刘艳冲我 露出一个小人得志的微笑来 刘冰蹭了一下站起身 捏着我的胳膊 把我拉到了门口 随即关上门 你今天怎么回事 一直顶嘴 平时你可不是这样子的 我维护自己的利益有错吗 未婚先孕就低人一等 就该让人瞧不起吗 我有些哽咽 这明明是俩人的错 最后背锅的只是女人一个 如果重生的再早一点 我绝对不会让自己未婚先孕的 刘冰没说话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回去先考虑一下吧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财力其实根本不重要 以后孩子生下来 吃的喝的都要钱 而且你也不想孩子生下来 就没有爸爸吧 不想我摇摇头 斜眼看他 刘冰有些得意 上辈子他就是如此破误我的 每一次我都深信不疑 直到死亡的那一刻 我才看清他们的嘴脸 快回去吧 改天来给我妈和我妹道歉 这时就过去了 到时候你把家里缺的东西都买好 把爸妈们都接过去住 刘冰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 我点点头 转身就去按个电梯 刘冰有我家钥匙 时不时会去我家住几天 因为他嫌弃我家里家具 还没有买齐全 所以只当那里是暂住而已 我直奔了医院 预约了最早的人留手术 由于起来也没吃什么东西 我很快就进了手术室 打了麻药后 我做了噩梦 一会是我猫咪被杀掉吃肉的惨叫声 一会又是满脸腐烂的丧尸在追逐我 等我再次醒来时 躺在病床上打着吊瓶 我没忍住哭了 我失去了人生中第一个孩子 我的错 可我只想及时止损 我不是没想过独自把孩子生下来 可是上辈子丧尸爆发后一个星期我就嘎了 根本不知道末日什么时候才结束 我若是盲目留下这个孩子 等到生产的时候 如果末日还没有结束 那就是一尸两命 又或者我死 然后婴儿慢慢饿死 任何一种结果 我都不能承受 所以我打掉了 擦干净眼泪 我打开了手机银行 首付了房子又装修之后 我手里只有30多万 是用来应急的 可是这些钱根本不够 我也不是什么大神作假 赚的不是特别多 思来想去 我直接把能录的网贷 全部录了一个遍 由于我的信用一直比较好 而且银行流水较高 一共录到了70多万 加上手里的 一共就100万 我想过去租个别墅的 但是这点钱根本不够 刘明知道我家的位置 我担心末世之下 他会去找我 于是我在网上看了一套房子 150多平方 41厅 压抑附3 一个普通小区 30层 顶楼 我立马联系了房主 约定两天后看房 因为我得住院两天 打掉屏 但是这两天我也没闲着 一直在淘宝上疯狂下班 我还理出了一个采购清单 人活着就喂一口吃的 不知道末世会维持多久 就按100万来采购 要是吃完了末世还没有结束 没有救援的话 那就抹点丧失写在自己的伤口上 无痛转世 药也要买一些 小病救治 大病就死 能多活一天就是一天 花了几个小时整理的清单 如下 猪肉200斤 紫薯100斤 盐100袋 方便面500袋 猫粮500斤 火腿肠500根 罐头水果500罐 萝卜20斤 大米500袋 土豆100斤 酱油100袋 面条500袋 猫砂1000斤 罐头500罐 罐头玉米500罐 白菜20斤 冷冻鸡翅100斤 冷冻鸡100斤 冷冻鸡肉100斤 鸡蛋1000个 南瓜20个 螺丝粉500袋 自热火锅500盒 各种调味料20瓶 苹果50个 西瓜20个 芒果10斤 香蕉10斤 罐头玉200罐 冷冻饺子200袋 冷冻汤圆200袋 冷冻包子200袋 春季衣服10套 夏季衣服10套 秋季衣服10套 冬季衣服10套 袜子鞋子个50双 被子3床 床单5套 棒球棍5根 消防斧头10把 砍刀5把 捕鼠家10个 无人机2个 菜刀5把 锅板瓢盆个5个 手机5个 充电宝100个 大桶2个 卫生巾和卫生纸个500包 内裤500条 扎头绳100个 匕首5把 大冰箱3个 发电机2台 白菜种子10包 泡沫箱10个 泥土10袋 桶装水300桶 净水器1台 窗帘若干 我能想到的 暂时就这些了 发电机 防爆门 防爆窗什么的 都很昂贵 末日之下 最恐怖的 不只是丧尸 还有人心 一旦让人盯上 我可能死得更惨 人类一旦失去了 法律的束缚 会比鬼还可怕 住院两天 刘明没发信息问过我 估计以为我 还在斗气呢 我出院第一件事 就是马不停蹄 递租了房子 这房子在30楼 楼上有个天台 然后还带个大阳台 付了钱后 房东愣呵呵的走了 我立马联系了师傅 来装上防爆门 就连阳台上的门 我都装的是防爆门 因为有个天台 万一有人从天台 吊着绳子下来 那么阳台 就是他们亲 我家的唯一途径了 每一扇窗子 我都花钱 装了很结实的防爆护栏 钢筋那种材质 况且这里是30楼 基本上也不会有人 能破窗而入的 大门安装了防爆门 我还是不放心 于是我又花钱 让师傅在防爆门外 又按了一道防爆门 门上加门 安全一些 安装完这些 花了两天时间 紧接着 我都在网上买了 毕竟网上便宜很多 而且都是外省发货的 不担心被人盯上 去超市买菜的时候 超市员工 还问我买那么多干什么 我打了个哈哈 说自己开了个快餐店 备货 足足跑了几天 我才把要用的东西都买到 分几个超市买的 每次我都开车到停车场 然后去几公里外的地方 找人来给我搬运上楼 分批买 每次用不同的人搬运 安全很多 斧头什么的 也是分几个地方买的 毕竟买那么多武器 我怕人家拿我当不法分子 买完这些 我的钱基本上也所剩无几万 发电机核门最贵 花了十几万 剩下的都买了食物 我把冷冻的东西 全部堆进了三个大冰箱里 四十一厅 一个房间堆满了桶装水 一层叠一层的 另外一个房间放着三个大冰箱 还有很多蔬菜什么的 我把床都搬到了客厅来 房间全部堆物资 大门口一把斧头 床边两把斧头 每个房间门口都放了斧头 大大的消防斧头 让我很有安全感 我是普通人 搞不到枪 这消防斧 是我觉得最有利的武器了 紧接着 我把我的猫和要带的 一些行李带了过来 这猫叫球球 是我刚刚从孤儿院出来 就养的 养了八年 猫不是人 不管你贫穷还是富有 它都不会嫌弃你 顶多就是瞧不起你 不管你有没有钱 它都瞧不起你 但是不妨爱它爱你 我的球球 就是我的精神支柱 我把它抱在怀里 它轻易地蹭了我的下巴 球球 这辈子 我不会再让你受伤害了 我喃喃自语 摸着他的脑袋 上一世 他在我面前被人活活包皮 我无能为力 这一世我一定好好保护他 喵 球球喵了一声 一切准备就绪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期间刘明发过几次信息给我 我一想冷静考虑为由 把他糊弄了过去 在丧失爆发的一天前 我主动打个电话给刘明 说我要去他家好好商量 刘明板着脸 声音冷冷的 说我终于想通了 还反复提醒我 别忘记买东西去 我看着满满当当的屋子 最终拿了两袋泡面提着去 而且 我还用剩下的钱 去买了几个针孔摄像头 一个安在我原来房子的门口 一个安在屋里 我还换了家里的锁 把家里所有食物都带走了 唯一剩下一点猫粮没带 我现在的房子也安装上了 毕竟我要随时看见 外面的情况才行 我还买了两个望远镜 带着最后一个摄像头 我敲开了刘明家的门 果然 一家人看我再次上门 更加的趾高气扬起来 我陪笑了两句 主动进厨房做菜 趁着他们一家人没注意 我将摄像头安装在了厨房门上 炒了几个菜 我拼命地往菜里放盐 连米饭都放了盐 拼命地放盐 做好后 李贵方看了一眼我的肚子 露出一抹得意 考虑好了吧 要是过段时间肚子大了 你可就没得选了 是 考虑好了 你们说的对 我依你们 我低眉顺眼地说着 刘明打开了我提来的袋子 看见是两袋泡面 就提两袋泡面 刘明咬牙切齿 我抿了抿嘴 不要我就拿走了 楚清一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刘明怒吼着问我 我甩开他的手 我有事 先走了 不仅如此 我还带走了我的泡面 刘明在我身后怒吼 你再这样子 我他妈的就不娶你了 有你肚子大了 再来求我可就晚了 我没理他 开车去买了五杯奶茶 五杯果茶 十斤小龙虾 还有一些烧烤 看着热闹的大街 喜气洋洋的人们 我有些难过 可我就不了 换来的都是玩梗的 嘲讽我的 我据理力争 说自己是重生回来的 说丧尸要爆发 可是没人信我 大部分都是当个热闹看了 网友毫不在乎的回我一句 我 秦始皇 打钱 看见这条回复 我删掉了那条匿名帖子 放下助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我回了家 刚刚买烧烤的时候 我给我的球球 烤了两条不放辣椒的鱼 桌子上摆着杯果茶 小龙虾 烧烤 这是我末世爆发前的最后一顿 我的一百个充电宝都充满了电 手机也下了些单机游戏 和很多电视剧 距离丧尸爆发 还有十小时 我打开手机 开了一把王者 队友太差 开麦爆族谱 打着打着 就听见队友惨叫一声 丧尸 丧尸 啊 这撕心裂肺的惨叫 听得我浑身一震 饶是经历过一次 我依旧害怕的发抖 提前了 不知道什么缘故 丧尸爆发竟然提前了 我哆哆嗦嗦的打开了某音 发现了几条流量不高的丧尸 咬人视频 就在电视里那样 血腥 恐怖 视频很快就被和谐 似乎是有意压制 想想也正常 毕竟人家的宣传语 是记录美好生活的 丧尸来袭 地铁站 火车站 医院 学校 这类人流密集的地方 更恐怖 尤其是正在运行中的地铁 整车厢的人 根本无处可逃 我打开了刘明家的监控器 这监控器 可以录到他家客厅 还能听到声音 他们端出了我做的几道菜 围坐在一起 吃了一口后 咸得发酷 这件人故意的吧 放那么多盐 饭也很咸 刘彦怒吼着 用筷子敲着盘子 李贵方呵呵一笑 他现在硬气 过段时间肚子大了 得求着来咱们家 到时候 咱们想怎么欺负 就怎么欺负 到了吧 吃不了 我去买几个菜来 刘明满脸阴沉的 将菜倒进了厨房的垃圾桶里 我刚刚看了 他们家菜本来就不多 大米也只剩下一袋 蔬菜什么的 我刚刚全部给炒了 现在嫌弃太闲 一会得求着捡回去吃 看着监控画面 听到他们的下头话语 我冷笑了起来 想拿捏我吗 可惜他们 不会再有机会了 刘明开门走了出去 不一会又慌慌张张 跑了回来 他大喊着 外面有丧尸 他是丧尸迷 平时丧尸电影没少看 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到处咬人的是什么物种 一家人慌里慌张 拉柜子拉桌子的 去堵住了大门 我悠闲的喝着奶茶 吃着小龙虾 提前爆发又怎么样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一事 我要狗活到底 至于能吃多久 我粗略的算过 省吃减用一点 大概能吃至少一年 一年后怎么样 我没想过 反正多活一天 都是我转 外面的嘈杂声 持续了很久 我站着窗子边 拉开了窗帘的一角 偷偷的用望远镜 看向外面 那些丧尸面色铁青 眼球突出 被啃掉了半边脸 都能爬起来继续咬人 到处都是人吃人 人啃人的现象 要求抱抱 可是回应他的 是丧尸无情的啃食 我有些哽咽起来 但是我根本无能为力 丧尸的移动速度 跟人类无异 见谁咬谁 大地被鲜血染红 到处都是嘶吼声 惨叫声 哭声 夹杂在一起 这一刻 仿佛成了人间地狱 喵球球在我旁边 用脑袋蹭了蹭我 我伸手摸着他的脑袋 放下了窗帘 不愿意再去看着人间惨状 回到床上 我继续打开监控器 看着刘明一家子 外面都是丧尸 我们出不去了 快 把冰箱搬来 把门堵上 刘明慌里慌张的 一边说 一边去搬冰箱 此时 他们家门口 已经被各种东西 堵得死死的 生怕有一点缝隙 但是我知道 他们迟早要出门的 否则就会饿死在家里 一家人都慌了神 堵好门后 又跑去阳台上 看外面的情况 当他们看到外面的惨状后 一个个吓得腿软 刘明坐在沙发上 低垂着头 阴沉着脸抽烟 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 就爆发了丧尸 怎么办 咱们家什么吃的都没有 这可咋整 李贵方下的两腿直哆嗦 声音也带着哭腔 刘明没有说话 一个劲的抽烟 刘明立马去厨房 清点了家里所有的食物 只有一小袋米 一些土豆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了 蔬菜全部被我炒了 刚刚还被他们倒进了垃圾桶 或许是想到了什么 刘明慕自禁列 楚清一那个贱人 刚刚把我们的蔬菜全部炒了 还故意放那么多眼 他故意的吧 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些什么 快 打电话给他 李贵方也率先反应过来 刘明眯了眯眼睛 立马拿出电话打了过来 电话响了几次 我都没接 在监控里看着他们跳脚 妈的 这个贱人肯定早就知道丧尸爆发 他那里肯定有物资 刘明看我不接电话 直接在家里咆哮了起来 刘明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那么生气 你先打电话 打通了先忽悠着他 他肯定不忍心看着你挨饿的 先把他的地址哄骗出来 到时候再找他算账 是啊 李贵方复和道 刘明点点头 强忍着怒气 给我打电话 这次我接通了 果不其然 刘明装出一副担忧的模样 急忙问我在哪里 我懒洋洋的回答 我在家里啊 家里 你有没有准备物资 外面好多丧尸啊 轻衣 你准备的物资够不够多 短时间内 你肯定是不能出去的 刘明看起来是在担心我 实际上是在打听 我有多少吃的 我拖长了声音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 我就听到他们在家里密谋 这个贱人果然提早做了准备 他家咱们也去过 走 去找他 李贵方目道 刘明点点头 但是听着外面的惨叫声 却又不敢出门 他们家的小区 靠近城中村 人流量密集 此时正是丧尸爆发的高峰期 他们自然是没办法出门来找我的 刘明好几次尝试要出去 他们把门口的东西搬开 好几次打开门 又疯跑了回来 出不去 现在丧尸太多了 出去就是个死 刘明坐在沙发上 双手紧紧地揪住自己的头发 看起来很无助 看见他一家子的惨状 我没忍住 多吃了一碗饭 惨叫声绵延不绝 小区的人很多 丧尸爆发的第一夜 天空都变成了血色的 跟大地一个颜色 外面都是丧尸和人类的追逐声 惨叫声 哭喊声充斥着我的脑海 我不敢睡觉 也睡不着 虽然我的物资很多 但现在是人间炼狱 我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只能暂时保护自己 和球球的生命 可是外面的惨状 却不知道会维持多久 正当我窝在床上抱着球球 听着外面惨叫声音的时候 我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我拿起一看 是刘明那个混蛋 这狗东西还没死呢 我有些失望 我接通了电话 刘明慌里慌张地问 轻衣你在哪里啊 在家呀 怎么了 我明知故问 你家有多少吃的 够吃多久 我思考了一下 我不怎么出门 前两天刚好买了一大批物资 应该够吃两个月吧 我一边接听电话 一边拿起手机看监控 刘明在听到我家的物资 够吃一两个月的时候 她的眼睛都亮了 此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手机放在桌面上开着扩音 我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他们的耳朵里 一家人对视一眼 眼里满是喜色 轻衣 你能不能开车来接我们 刘明声音颤抖着 隔着电话 我都能感受到她的喜悦 我嗷一声 淡淡地说 外面那么多丧失 我也不敢出去啊 轻衣 你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 要是我死了 死在路上了呢 文言 刘明沉默了 我在监控里看见她阴沉沉的脸 一家人对视一眼 脸色都很难看 李贵方开口 金医 你肚子里还有我留家的孩子 要不然你开车过来 把物资都装车上 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一起度过这次难关 听着她的话 我只想笑 这是想让我开车过去送死吗 如果没死 他们还有物资可以撑一段时间 我拒绝到 不行 我真的很害怕 我家楼下全是丧失 好吓人啊 家里吃的 我一个人吃两个月不是问题 两个月后 治病就等来救援了呢 金医 你怎么那么自私啊 我好歹是你婆婆呀 你真的一点 不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吗 李贵方听我这样子说 立马就破房了 冲着电话大吼 似乎是怕我生气挂断电话 刘明连忙摆手 示意他妈闭嘴 而后又对着手机温柔的说 金医 我好担心你啊 你一个人在那边 我真的很不放心 我担心你和孩子 你过来的话 咱们一家人还有个照影 细紧的关心 我好感动啊 我皮笑若不笑的说道 眼睛死死的盯着监控画面 刘明面色一喜 李贵方还朝他竖起大拇指 夸他能干 他们还以为 我还是那个恋爱脑的傻逼呢 以为我又因为口头上的爱而感动了 不等刘明说话 我赶忙说 既然你担心我和孩子 那你开车来我家吧 文言 一家子刚刚还扬起的笑容 立马就凝固在了脸上 刘彦率先绷不住了 他对着电话大吼 楚清一 你有没有良心啊 你老公婆婆都不管了 你信不信孩子生下来 我们去母留子 我没有良心 刘明 你们还不是我的家人呢 去厨房找找看吧 我给你们留了个惊喜 我冷冷的说完 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说完 我直接掐断了电话 刘明第一时间冲向厨房 将所有的碗碟全部翻了出来 最后找到了 我藏在其中一个碗底下的人流单子 见人 见人 没想到他那么有心机 刘明大怒起来 单子被他捏得皱巴巴的 李贵方接过人流单子一看 亮亮呛呛的后退了几步 这下没有可以拿捏他的东西了 咱们怎么办 李贵方有些绝望的说道 走 现在就去他家 把门砸开 把他丢出去 咱们就可以住在那里 刘明恶狠狠的说着 拿着一把菜刀 凶神恶煞的样子 不亚于外面的丧尸 真是见人 见人擅自把孩子打了 这可是我刘家的种 他怎么敢 刘建国也是咬牙切齿 恨不得立马把我杀了 一家人阴沉着脸 小心翼翼的出了门 过了十几分钟 一家人又慌里慌张的 跑了回来 只可惜 还是一个不少的回来了 我勾唇一笑 关到了监控 闭上眼睛 我不敢开灯 就着月光迷迷糊糊的 睡了过去 丧尸爆发的第二天 从我家看出去 街上已经没有活人了 只有一批一批的丧尸 在大街上游荡 一旦听到有动静 就飞快的冲过去吃人 丧尸爆发的第三天 已经有不少活人 陆陆续续出去觅食了 我用望远镜 看了一眼远处 有几个年轻人 用指壳包住了手脚 拿着斧头 捏手捏脚的走了出去 生怕惊动了丧尸 但可惜的是 无论他们如何小心 丧尸的数量太过庞大 这几个年轻人 很快就被丧尸淹没 之后就很少有人出去觅食了 我也很少拉开窗帘 去观察外面 我很害怕被人发现 丧尸虽然恐怖 可是失去道德和法律的束缚 人类会做出更恐怖的事情来 一连过了好几天 我每天的早饭 都是一个鸡蛋一盒牛奶 中午随便炒一两个菜 把导致气短的先吃了 晚餐就随意吃点罐头什么的 平时我吃的也不多 末时来临 更要省吃俭用 打开监控 刘明这一家人 至今为止都没敢出门 更不敢冒死来找我 他们的食物很快吃完 只剩下垃圾桶里的剩菜剩饭 此时天气炎热 几人都饿得 前胸贴后背李贵方 终于忍受不了了 捡起垃圾桶里的 饭大口大口咀嚼起来 刘明三兄妹都没去拉开他 刘俊甚至也跟着吃了起来 一直到了晚上 刘明几人饿得受不了 好在还没有停水 他们还能喝点水冲击 受不了了 我们现在就出去找那贱人 我要亲手杀了他 刘明怒吼一声 眼里满是杀气 即便是隔着监控 我都感觉后背发凉 他们找来一些只可绑住了手脚 手上拿着各种武器 一家五口整整齐齐出了门去 出了门后 我就看不见他们的动静了 等我再次见到他们的时候 是在我旧房子的门口 那里我也按了监控 从监控里 我看见这几人浑身是血 脸色极其不好 刘俊和刘建国不见了 大概是被丧尸吃了吧 刘明的手里 还拿着一把大大的消防斧头 从监控里 我看见刘燕的胳膊被咬了一口 但他可能害怕刘明把他赶走 于是快速地扯下一袖 把伤口给盖住了 看到这里 我勾唇一笑 这下有得看了 开门 楚清一刘明轻轻地敲着门 他不敢大声 生怕迎来丧尸 这个贱人 故意不开门 李贵方脸上还有泪痕 但是骂我的时候 却又凶神恶煞 我看他是想把丈夫 儿子的死怪在我的头上 开门啊 我知道你在屋里 刘明气愤不已 狠狠地踹了大门一脚 听屋里没动静 刘明直接打电话过来 也难为他了 手机还有电 我没有犹豫 直接就接通了 接通后 他低沉地道 开门 我在门口 我为什么要给你开门 你以为你什么东西 我呵呵冷笑 声音冰冷 这一句话惹怒了他 他低吼道 楚清一 你快点给我开门 要是等我进去了 要你好看 你乖乖开门的话 我还可以留你在屋里 哈哈 你做梦呢 有本事你就自己进来呀 我冷哼一声 他以为他是谁呀 都这个时候了 还看不清楚现实吗 刘明被我这句话激怒了 毕竟之前我可是他的舔狗 对他言听计从 他受了刺激 挂到电话后 就拿着斧头 疯狂地砸我家门 轻点 轻点 待会把丧尸引来了 李贵方连忙阻止他 刘明不管不顾 铁了心要把我揪出来 终于 在刘明的不懈努力下 大门的锁被砸开了 刘明一家顺利地进了屋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运气好 那么大的动静 竟然没引来丧失 楚清一 你的老子滚出来 刘明一进屋 丢下斧头 就到处寻找我的身影 而刘艳和李贵方 则是赶紧锁门 还拉来沙发什么的 把门堵住了 刘明在屋里绕了几圈 寻找我的身影 当他知道我根本不在屋里的时候 气得疯狂摔东西 贱人 贱人 他妈的他根本不在这里 刘明一边摔东西 一边破口大骂 李贵方和刘艳 饿得两眼发绿 连忙在屋里到处翻找 可以吃的东西 终于 母女两人找了半天 整个屋子里 只有求求吃剩下的一点点猫粮 李贵方是第一个发现猫粮的 他眼睛一亮 就想把猫粮藏起来自己吃 结果刘明手急眼快 一把夺了过去 我是你妈 我先吃 李贵方怒道 刘明把猫粮倒进嘴里 大口取决账 凭什么 你是我妈 就该让给我吃才对 我可是你儿子 混蛋 李贵方怒了 直接就扑了上去 跟刘明争抢猫粮 母子二人为了吃一点猫粮 大打出手 多么可笑啊 年老体衰的李贵方 怎么可能是刘明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打得倒在地上哀好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亏我把你养那么大 你连一点吃的也不给我留 你这个不孝子 李贵方哭诉着刘明的罪行 而刘明忙着吃猫粮 他一边把猫粮往自己嘴里倒 一边含糊不清的说 你是我妈 就得给我吃 刘俊已经死了 我可是刘家唯一的种 母子二人争吵着 根本没注意到 一直默默坐在板凳上的刘明 此时的刘明已经变成了丧尸 他站起身来 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态 走向了李贵方 李贵方哭着哭着 感觉不对劲 扭头一看 吓得差点尿裤子 哎呀妈呀 李贵方慌忙爬起来 朝着刘明的方向跑去 刘明瞪大了眼睛 嘴里还有没吃完的猫粮 救我 儿子 救我呀 李贵方下的五官都扭曲了 伸着手就往刘明那里抓 刘燕飞扑了过去 刘明几乎没有犹豫 一把就将李贵方 推到了刘燕的面前 李贵方的眼里 透露着绝望 目吼着 刘明 你不得好死 紧接着 刘燕一口就咬上了 李贵方的脖子上 鲜血喷涌而出 撒得到处都是 李贵方惨叫一声 双腿扑痛一下 便不动了 刘燕蹲在地上 大口大口啃食着李贵方 而刘明则是第一时间 跑进了房间里 锁上门 打通了我的电话 你到底在哪里 刘明低声问道 声音还带着严重的颤抖 我呵呵冷笑起来 悠然自得的说 我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说完 我挂断电话 打了视频电话给刘明 你在哪里 让我过去行不行 刘明几乎是乞求一般的说着 我没说话 而是将镜头调转 拍了一圈我家里的物资 又拍了拍 正在吃肉罐头的求求 你果然早就有准备了 你是怎么知道 丧尸要爆发的 刘明黑着脸问道 我冷笑道 这你就不用管了 你全家都成了丧尸 你怎么还不去死 一家人不就是要整整齐齐吗 你就那么狠心 眼睁睁看着我去死 刘明咬牙切齿地问道 我点点头道 是啊 求求你 以前是我不对 轻衣 你就让我去你那里吧 你要打要骂 随便你 咱们在末世里 做一对双速双飞的鸳鸯不好吗 几年的感情 你真的能割舍 刘明说着 还留下了几滴眼泪 我知道 这都是鳄鱼的眼泪罢了 刘明 自作孽不可活 你去死吧 我们结束了 我冷声开口说道 刘明见我油烟不尽 也不装了 他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现在躲在房间里 外面的丧尸能拿我怎么样 我告诉你 要是我找到你 第一个就杀掉你 好啊 那你来找我 定位发给你了 我呵呵一笑 发了我的定位给他 我租房子这里 离原来房子有几十公里 我不信他能平安无事地找过来 况且我还有后手 他不可能活着进我家的 刘明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我要你给孩子偿命 给我浪费的青春偿命 我呵呵一笑 直接挂断了电话 房间里没装监控 我只看见变成丧尸的 李贵芳和刘燕 在客厅里转悠 时不时听见 房间里刘明的动静 还会跑去疯狂咆哮地砸门 刘明想要找我 就必须先杀掉他妈和他妹妹 李贵芳在死之前 一定很绝望吧 一手养大的儿子 把自己推给变成丧尸的女儿 不过这是他应得的 又过了一天 房间里的刘明 饿得受不了了 他拿着斧头 轻手轻脚地打开了房间门 丧尸的听力似乎很好 第一时间就冲到了刘明的面前 刘明一斧头 直接砍掉了李贵芳的头 一点都没有犹豫 但是还有刘燕这个丧尸 趁着刘明在砍他妈脑袋的时候 刘燕一口咬在了他胳膊上 啊 刘明吃痛地惨叫了一声 挥舞着斧头砍下了刘燕的头 我会心一笑 刘明也要变成丧尸了 他的胳膊被咬得血淋淋的 疼得他浑身发抖 由于够了好几天 刘明脸色苍白 两眼一黑晕死了过去 看到这里 我关上了监控 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孩子 妈妈为你报仇了 2063年7月8日 丧尸爆发两个月 街道上几乎没有活人了 只有几个丧尸还在街道上游荡 我有个收音机 时不时会传来政府的播报 说正在建设避难所 有幸存者可前往 我不敢出去 我害怕路上遇到丧尸 而且庇护所真的安全吗 正当我还在思考 去不去庇护所的时候 听到了外面传来铁链子的声音 我心里猛然一惊 这是消防通道大门的铁链 当时我害怕被人发现 所以用铁链子 直接把大门给拴住了 为的是多一道保障 两个月都没有人来过 会是谁呢 幸存者吗 我的心脏碰碰乱跳起来 我很害怕 如果是个疯了的幸存者 想要杀人越货的话 我又有几分把握 可以保护住自己呢 咽了口唾沫 我捏手捏脚的靠近了大门 手里摸上了那把消防斧头 我拉开了第一道防盗门 捏手捏脚的靠近了最外面的防爆门 防爆门没有猫眼 我也不敢贸然出去 连门都不敢开 铁链子的声音持续了好一会 我打开了监控 之前在门口也安了一个监控 现在太上用场了 监控画面可以拍到消防道的大门 我看见有人从楼梯间往外面踹门 此时已经被踹开一道缝隙 紧接着有一把大钳子 从缝隙处伸出来 剪着拴在门上的铁链子 我平住了呼吸 不敢想这个人如果破门而入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我更不知道他是谁 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 不过我的防爆门很安全的 除非对方有炸药 好在那铁链子很结实 那人努力了好一会 也没有弄开铁链子 之后就没有动静了 我松了口气 转身去给我的球球 捣了些猫粮 给自己煮了一把挂面 我没有剩余的蔬菜了 屋子里太小 也没地方放 阳台上的白菜没有经验 种下去后也不见长 好在我也不想追求什么营养均衡了 每天饿不死 安全活着就可以 吃过饭后 我又看了一眼监控 消防通道大门没什么动静了 想必那人开门无果后离开了 我也安心了下来 丧尸爆发后的一个月不到就停电了 水的话今天才停 好在我有几百桶水 暂时也喝不完 精神紧绷了一整天 我倒下就睡了过去 到后半夜的时候 门外隐隐晕约传来一阵阵铁链子的哗哗声 我猛然惊醒看向大门 拿着消防斧头走到门口 屋外静悄悄的 刚刚的铁链的声消失了 要不是我醒来的时候 真真切切听到过声音 我差点会以为我在做梦 我连忙打开手机查看监控 我想过外面可能是凶神恶煞的坏人 也想过是走投无路的幸存者 但是万万没想到 门外站着的 是浑身鲜血 耳朵都被啃掉的刘明 此时他站在门口 一抬头 一双恶毒的眼睛与我对视着 监控器有夜视可能 但是他却看不见我 可我还是惊得差点叫出声来 怎么会是他 我明明亲眼看见 他被变成丧尸的刘燕咬了一口 而且他的耳朵也被咬掉了 想必是一路找来的时候 被丧尸啃的 那么刘明现在是丧尸 还是人 如果是人 他是如何千里迢迢找过来的 如果是丧尸 他又是如何保留了 自己的意识找过来的 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刘明沙哑的声音传了过来 楚清一开门 给老子开门 他的声音特别的沙哑 就像是破风箱一样 难听又诡异 好消息 刘明被咬了 坏消息 刘明被咬了 没有变异 我自然不敢回答他 他能找到这里 还能开口说话 就证明他是人 只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没变异 难不成像小说里的那样 他是天选之子 天生自带免疫 楚清一 我知道你在里面 开门 我没变成丧尸 你很失望吧 哈哈 我告诉你 我被咬了好几次都没变异 我体内可是有抗体的 刘明的声音很难听 显得他更加的欠揍了 我还是不敢说话 刘明诡异一笑 举起了一把消防斧头 狠狠地砸向我的防爆门 防爆门非常结实 无论如何 他都无法打开 杀伤力很强的消防斧 在防爆门面前 也仅仅只是挠痒痒而已 在重重地砸了十几下后 防爆门依旧坚固无比 刘明正正地看了十几秒大门 随即丢下斧头 抓着自己的头发 蹲在地上 楚清一 楚清一 开门啊 我们谈了那么几年 我的孩子你说打就打 现在还要眼睁睁看着 我被丧尸咬死吗 刘明崩溃地哭了起来 我再也忍不住了 隔着门开口 那同样也是我的孩子 但是你不配做孩子的爹 之前是我有眼无珠 现在我清醒了 既然你不会变异 那你自己尽快去找个庇护所吧 妈的 我就知道你在里面 给老子开门 刘明猛地站起身来 朝着大门怒吼 我叹息一声 我不会给你开门的 我很多天没吃饭了 你真的一点就情都不念吗 求求你了 你打开门 就开一个小缝隙 然后丢一点食物 给我航行 就当喂狗了 求求你 刘明此时就像有精神分裂症 上一秒还在对我破口大骂 这一秒就摇尾起怜 我冷哼一声 不敢再信任他 不可能 开一条缝米 就会直接闯进来 你就那么不信任我 哈哈 你给我等着 要是我进来了 第一个就咬死你 刘明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叹息一声 刘明再见了 什么意思 刘明愣住了 我没有犹豫 暗响了我家门口的警报 这是当初我买的 为的就是危险来临的时候 做最坏的打算 如果丧尸能破门而入 那么我死也要跟对方同归于尽 刺耳的警报声想撤云霄 足以引来这栋楼里所有的丧尸 将刘明吞没 即便他真的不会变成丧尸 但是他又如何抵挡得了 几十上百的丧尸 一人一口 求求你 轻衣 关掉 求求你了 刘明的声音开始颤抖着 不停地扇自己的耳光 求我关掉警报器 我没说话 而是看了一眼 听了声音赶来的丧尸潮 黑压压的一大片 正在疯狂地往大门处起来 你还不跑吗 我冷笑着问他 他低声怒吼 想跑的时候 却被从消防通道赶来的丧尸 堵了个阵阵 楚轻衣 我做鬼也不会原谅你 刘明大喊着 紧接着便是他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看着刘明淹没在丧尸群里 我终于松了口气 我没有我耳朵 反而是仔仔细细地聆听着他的惨叫 聆听着他被丧尸一点点吞没 我要的是他给孩子偿命 给我偿命 关掉了警报器 门口的丧尸啃食玩刘明的身体后 在门口徘徊了很久才散去 我转身回了床上 大愁地报 接下来就是要好好地生活了 我屋里的东西 我点了一下 省吃俭用一点 够我吃一年都没问题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就是每天看看外面的情况 再倒过一下收音机 看看有没有救援队会来救援幸存者 终于 在末日的第三个月 我看见我家楼下来了一批军队 过了一会后 我家的房门被敲响 我走到门口 透过猫眼看出去 是一个穿着军装 全副武装的男人 你好 屋里还有幸存者吗 我们是第九特区的救援队 前来救援 男人声音低沉 身子挺拔 看起来就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 解放军终于来了 我打开了门 热情地拿出食物招待他们 吃完饭后 我抱着球球上了第九特区的车辆 我不知道的是 我走后没多久 家里的收音机就传来一条播报 第八特区建设完毕 请幸存者前往第八特区避难 晚安